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摇动队 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 才能赢得历史主动 黄炎培事上人说 一家一人一国一团体 大凡初期聚精会神 没有一人不用心 没有一人不卖力 后来见情况见得好转了 精神也就放下了 总之最后慢慢就崩溃了 所以我希望中共诸军 现在办的是很好的 将来能够避免这种人亡正习的 这种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打到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就是让人民的监督政府